普教民是高国华 十年前涉嫌炒股获利了3400万元 被最高法院依违反证交法 判刑一年八个月定验 今天高国华带着妻子 陈子学一起到北检 二完成了报道手续 也表示将以平常心来面对 我爱他 因为这是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他勇于跟我承担一切 我真的是非常 不可支持他 我永远爱他 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愿意被他提起 高国华表示入肩之后 将会在里头教英文 还带了一本傲慢与偏见准备进去看 妻子陈子玄则表示永远支持 而随后高国华将发肩执行